跟著老師的指導小心翼翼的用剪刀將枝葉慢慢的剪下來 隨風而來的撲鼻香充滿了整個園區 新北市淡水國小在校園裡的小角落整理了一塊花園 用來專門種植香草 由六年級的學生將種子剝下 到長大之後再由三年級的學生一起將香草採收 而今天一群三年級的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之下 來到了香草園將整批的香草給採收下來 而這些採收後的香草可需要送到北海社福中心 給裡頭的長者來製作香草的周邊產品 當我們把這些香草收成之後 這些枝葉會送到我們的沙輪的社福中心 給我們這個社福的長者來做這個枝葉的分離 那接著的這個枝葉分離還會送到我們巴里教養院 給我們這個孩子來做這個烘干 然後做成這個香草的這個茶包 但水果小校長表示這一片香草園 看起來不大都是由六年級的學生 在去年種植經過熱心家長以及志工的照顧之下 一年的成長時間在今天讓學生親自採集 然後將香草栽運到沙輪的社福大樓的長者 讓他們協助將枝葉分離 校方說這樣子可以讓長者在生活中透過加工香草葉 獲得成就感與打發時間 也在栽取的過程經由手部動作進行復健 好玩 為什麼 之前有沒有看過香草 沒有 那剛才有感覺很香 有 有 那味道是什麼味道 香香的 嗯 好不好玩 好玩 那最後呢這個香草茶包呢 會進行的這個意賣的部分 那我覺得很重要的是這個意賣的金額 也會來捐贈出去給需要的這個孩子 那我希望透過了這樣子的一個歷程 讓孩子他能夠感受到幫助別人 同時呢 能夠結合這個環境教育跟美感教育的這個重要性的部分 校方表示透過香草葉散發正正的撲鼻清香 可以提振長者精神並且療癒身心 在長者加工完香草之後 香草老師將會做烘乾的動作 在由巴黎教養院的自閉症孩童 在老師的帶領之下進行完美比例的分裝成香草茶包 而這些茶包除了會提供學生來教學 還可以進行意賣 校方將播出60%的茶包 提供老師家長或者是學生來認購 所得的款項將投入公益 讓愛能夠透過香草來傳遞 記得是端一帶水彩方報導 這次是